行政长官李家超早举行第二场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 咨询会在沙田军立中学举行 除了特首李家超、多个司局长 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和刚刚结束北京访问的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等都有出席 这么长的形式和上星期日的差不多 邀请了基层、中产、青年和商界等出席 向官员表达意见并设有分组讨论 不少出席的市民关注政府如何振兴野经济和挽留本地人才 会不会在这些经常有很多市民会饭后散散步的地方 可以容许一些空间被人去摆十档八档的小摊档 去买一些小小的小食物、小小的食物、小小的玩具 将一些夜市融入社区 会不会去考虑设立基金 去激励特定人才缺缺的行业 满足特定年资 并且他们承诺会留港较长时间的一些本地人才 例如为他们提供一些交流或者深措的资助 又或者是一些一次性的津贴去鼓励他们 给我们本地的一些科长人员他们做一个学徒的机会 政府给一些资源 给他们去做一个跟着这些专裁去学习 完成了一个project他们就会走的了 不能够将他的技术长期留在这里 或者他的思维可以学到他们的一些技术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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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